黑衣男站在房門外就是這張臉讓多名女性看到舊怕 41歲的離性嫌犯在北部犯下多起性侵案 17年來已有8人受害 二審遭重判無期徒刑 離性男子市民富二代已婚育有一名女兒 卻還不斷改名犯案 2004年他成立空投公司 加借招聘員工卻迷暈四名女子後性侵 2013年假釋出獄後疑似沒有受到電子監控 竟然重操就業 嫌犯出獄之後在新北市板橋成立了網拍公司 藉此來接近小魔還有一些網紅 謊稱有廣告要給他們拍 誘騙被害人上鉤 兩年前他把一對模特兒姐妹花 帶到宜蘭拍廣告 卻用同樣手法性侵得逞 哀告後帶著當時三歲的女兒向被害人求情 希望以百萬和解但遭到拒絕 檢方下令拘提他 警方卻在逮捕過程中讓嫌犯跑了 離性男子並本加厲 逃亡期間持槍闖進鄰居家 綁架一家四口 恐嚇女主人不准反抗 否則就去找女兒 被害人不敢抵抗被鬆綁後 還送嫌犯一本書想喚起他的良心 沒想到嫌犯離開後 女兒才哭訴自己也遭到侵犯 幾天後他近假扮廠商 再度把模特兒姐姐約出來 逼對方和解撤告 並再次性侵 警方接獲線報 兩天後在一家養生館逮人 嫌犯平常就喜歡到新北市 這間養生館消費 就連他逃亡期間還持續上門 警方掌握情報 擔心他再次脫逃 因此在現場埋伏 成功將人逮捕 一审二审嫌犯都被判無期徒刑 法官認為有期徒刑 對他已經沒有教化作用 沒讓嫌犯和社會長期隔離 難保公眾的生命安全 從富少變成千科累累的性侵犯 警方本可及時逮人 卻因為追捕不力 導致一連串悲劇發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 國內大小事 請用手機下載TVBS 請用手機下載TVBS 請用手機下載TVBS